我喜欢那种高贵的美那种 是吧 头子挺优雅的那种 平时花在那个衣服啊 化妆品是什么钱都多 挺多的 我感觉挺多 我看的化妆品可都挺好啊 买一百好的 衣服也是 衣服也都挺好的 都得都是 最少得一千多的 一件衣服 贵的叫四五千块钱一件 没事 当然不是说总买 换季的时候 肯定要签一件 不多 这还能接受啊 这个还挺意外的 一般男的才接受不了的 这个大姐不一般 别看退休金只有两千块 穿衣打扮却只用大牌货 游山碗水更是家常便饭 这消费到底是怎么支撑 她走到今天呢 要说今天这老头也真的给力 面对大姐的狮子大开口 依旧是稳如泰山 看来家里不少啊 关大姐算是咱们 相亲界的常客了 虽然成功牵手了好几回 最终都被她的高消费 给成功下退 今天再次回归 为了提高成功率 大姐还特意请来了亲友团 朋友还是你吗 朋友 大姐 我俩那个旅游认识的 人家处得差不多 她旅游认识的 认识几年了 都有几年了 好像能有四年 可能差不多吧 四年多啊 四五年了 我们的 四年多 她哪玩儿认识的 上街啊 她心地善良 她们挺诚实 也好 她手挺巧 有内秀 她那个做这些花卷的 什么插花的 她都会 很会做吃的 天这个什么咸菜的 她还挺喜欢 桶的这些 穿过来挺有的 看我们这小妹 多阳光 会阳光的 积极向上 打扮 做运动 学插花 时不时的还要出去看看 祖国的大好河山 虽然一个人日子 过得很是潇洒 可现实中的很多困难 让大姐觉得 家里必须得有个男人 屋里 你没听 那感觉有一股潮的味儿吗 就是地板里头 可能还是有水的 但是那个饭厅和厨房 全泡了 往个楼下也泡了 就是当时我就蒙了 我从上面到下面 全是黄色的 那个骨弄水塘 我就浇的 那咋呢 就是放气儿啊 放那个气儿 我这个一放 它那压太大了 就想把那个东西 冲掉了 我也不知道咋整个蒙的 当时我就是哭啊 心里可不舒服吧 我不知道找谁拿电话 那种感觉 是不是挺无助的 嗯 我要是有个人的话 那天不会那样 不会露那样 就特别像 找我伴儿 我希望找一个伴儿就是 最主要是 能陪着我一起到老的 有点伤心的那样事儿 一起去旅游啥的 是不是这样 了解完大姐的诉求后 红娘赶紧找来了 今年64岁 退休金每月7000块 有房有车有存款的王大爷 姐 你躲啥呀 来呀 我的手都是面 你过来迎接着大叔叔 来呀 真的 你好 大哥给你拿的温泥蛋 谢谢 你可以去那个散户养这个温泥蛋 这块买的 谢谢 非常感谢 哎呀 你刚才说手上都是面 做饭呢 我做的那啥呢 做花卷 做花卷呢 嗯 哎呀 拿手的手艺 你先展示一下呢 是不是 那我先跟你俩介绍一下吧 好 你介绍一下 完了你再保护 王子 王大子 啊 关系 你握手了 手的全是面 没事 没事 你好 你好 他想年轻吗 嗯 可以 挺年轻 是不是 你看大姐 看多大岁是吧 四七八 真年轻 七十年轻 我六九年了 五四 七岁 我今年六四 嗯 六四 嗯 你挺年轻 你挺年轻吧 嗯 挺干净的说的 挺干净的说的 除了都挺干净的说的 身高啊 还有这个 整体啊 都行 还行 长得还挺好 嗯 还符合标子 看见年轻貌美的关大姐 王大爷就像接彩球的乞丐 高兴地发赏 不自主地填起了嘴唇 虽说老牛想吃嫩草 这表现得也太猥琐了哈 好在关大姐对大爷的感觉还不错 两个妻友团也给出了重恨的评价 看得也是挺好的 我不要被别人吃了 挺实战的 因为我妹妹一找一段的 看得挺好的 你找一个就是稳能的 他演好的 就看我的妹妹 看来有没有演员 大哥你看看啊 这是姐的拿手结果啊 你叫什么 古丹花卷 对不是啊 对 你看看花卷 你看看花卷 心灵手卷 姐你叫做跟谁学的呀 是专门上过这课教你啊 还是说 对啊 学过 一直学过呀 其实那个 去面典课吗 那 我还要那证着 啊 怪不得啊 我那自己也在 就是在快手学的 挺麻烦这是 对 看得很精致 挺麻烦这是 啊啊啊啊 也不嘛 我一整就整 要不你 那他做饭 你瞅着有食欲 你不能多吃点 啊啊啊 对啊 真是 有这个东西漂亮 那他事实不一样 大家看看啊 这能干什么花 这点啥 这个叫菊花 这都是菊花 这是何花 哎呀 太巧了 看见心灵手巧的关大姐 大爷那心情 就像围着火炉吃西瓜 身上暖轰轰 心里美滋滋 对大姐的赞美 更是残饱饱的嘴 出口成诗 女人最大的武器是温柔 我会吵她温柔 非常温柔 中国的女人就是 要温柔 就错了也是对的 温柔贤 大姐都站上了 那啥都会干呢 是不是 这就是最大的优点 对 最大的优点 对 不要 不要 等以后你跟我妹妹成了 我们就别忘了 对 一会儿了 回来报答我不会 闻发行 各种发 不闻发不行 你学啊 不许给你啊 让我妹妹早上 让我妹妹早上发就行 往我请你上饭店 别怕 不许是个小女人 女人应该是最宠的 对 不能来啊 这儿我这个 让我这个战伯 觉得松小 你打电电话 对 对 这会儿我看出来 这两个姐姐的力度了 对 来来来 问多了 你姐 来 对 真好看呀 听什么了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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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姐 大哥 好不好看 好看 要说这妻友团还真是给力 下马威这么快就给力一下了 饭菜上桌后 相亲正式开始 一落座 大爷主动问起了大姐的个人情况 我家我家父母不在了 姊妹六个 就是我有个弟弟四个姐弟 没有孩子 我没生育过 为啥 我原来一家不是一同那边的 是农村吧 那时候那个年代农村进市里是很费劲的 就是找一个二婚 他有孩子 我是大姑娘 三儿子是结婚 他有个儿子 因为他有个儿子 那时候孩子也小 帮代呀 我要再生的话 他可能是怕我对他儿子不好 我问过他几次 他就问了两三次 他说 吃饮便 他一那么说的话 我就感觉他不是成型的药 别算了 自己也没觉得一样 没有 现在觉得一样 现在觉得要是有个姑娘好 就年轻的时候 其实没想那么多 没想那么多 挺好 非常可惜 我这想过二人事业 我不想找 有孩子之后 那我那国得好吧 因为二人吧 不可惜 我的现在就是 早上半就是玩 就是旅游玩 总走愿不愿意 愿意 在哪都行 因为我也是一个人 守着哪哪是家 这样也挺好的 一听大姐无儿无女 大爷很是欣喜 不是有那么句话吗 谈恋爱的最佳时间 就是退休之后 有钱又有闲 大姐没有牵挂 那不就可以毫无顾忌的谈恋爱了吗 就在大爷开始憧憬美好未来时 人家关大姐的重头戏 才刚刚上演 反正我挺爱美的 但是我不是那么特别赞扬 我有穿衣服 你看我爱美吧 我从来不穿 说谁露我后露呢 我是那种美 就是说就是 哎呦我喜欢那种高贵的美 那种是吧 炒着挺优雅的那种 平时花在衣服啊 化妆品是什么钱 多不多 挺多的 我感觉挺多 我看的化妆品可都挺好啊 嗯 买一般好的 没事 没事 衣服也都挺好的 都是最少的一千多的 一件衣服 贵的叫四五千块钱一件 没事 但是不是说总买 换季的时候 肯定要签一件 嗯 不多 这还能接受啊 这个还挺意外的 一般男的才接受不了的 男一和男一不一样 我应该我少穿点 都给你做穿的 现在穿衣服 那是女的 这个 必须美 穿衣服啊 或者化妆 或者是埋着金银首饰 这都可以正常 虽然大姐的消费高得离谱 可在美人面前 已经沉迷于大姐美色的王大人 只能受流拉硬食 瞎成能 结果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刚翻过了大雪山 这回又得过草原了 我有一个 我有一个要求 但是这个 好像应该是以后说的 看出什么样子 我感觉就是 要是真的生活在一起的好的话 我希望男方把工作卡交我 因为啥 我有安全感 我也没孩子 可以啊 其实这钱吧 我留着不是给我花 这边二位姐姐都说什么 这边他们干 工作卡 现在你就是 攒了几颗在一起来 我随时交给我 随时交给我 但是我不是给我花 就是说 比方说 三千块钱 那啥生日费拿出来 就比方说咱开七千 三千块钱拿出来生活费 这四千块钱的存上 到时候老的时候 不用不用不用 一起用 我公卡给你行了 换其他的把工作 我也没多钱 必须给我安全感 是不是结果 安全感 那给你 一件衣服四五千 四个季节算起来 至少两个打底 再加上化妆品和出去旅游 这根数字更是不敢想 意外的是 大爷不仅不在乎工资卡 更是交得心甘情愿 大爷你这是脑袋进水了 还是家里存折上的灵态 多了花不了 看到该要的也都要倒数了 亲友团的彩虹皮也该上场了 还行挺真男人的 就是主要是两个人能合心就行 咱们不说别的 就是对他负责人就可以 咱们找的是啥 找的是伴儿是个诚心 是不是啊 真希望如果你们牵手成功 就是两个人生活在一起 共度一生 过二人世界 这是最好的最完美 我希望二十九天帮忙 同工帮忙 给我找一个 辛苦了 这么好的阿姨 对 就我们三个见证着的 然后听到你们的好消息 祝福两位早日过上亲亲抱抱 居高高的幸福生活 好了 今天的相亲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小迪分享的视频 麻烦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长按点赞三秒钟 我们评论区见